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陝西律師常偉平備至參與廈門聚會 1月12號 被陝西寶基警方帶走 並以不明罪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隨後 他的律師職業證被註銷 辯護律師前往了解案情 申請會見 都遭拒絕 不過 21號 他突然被釋放回家 駐海民營企業聯名商品滄凝土有限公司 被法院違法凍結3,500萬資產 導致公司無法支付貨款和工資 在公司不斷投訴 農民工拉橫幅抗議的壓力下 法院1月21號截凍了其中的800萬 當天 聯名公司的司機還有供貨商等 都到公司 賭門 要債 武漢肺炎去年12月爆發 但中共當局一直聲稱疫情可控 直到1月20號才突然公布 全國多地都有疫情 感染人數達200多人 20號當天 北京維權律師謝嚴益發表公開信 要求當局公開武漢肺炎疫情的真實信息 山西公益維權律師郝晉松因網絡言論 去年12月18號被拘留 1月17號 家屬收到山西定鄉縣警方 簽發的逮捕通知書 說郝晉松涉嫌尋釁滋事 誹謗罪 被正式逮捕 目前關押在武臺縣看守所 穿上安全地有 studying 被現在宣偽意 被政策 被政策 被政策